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18日,星期三,北美时间的上午,欢迎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给大家插播一条非常紧急的新闻,就是在6分钟之前,这个美国的股市是下跌了7%,所以呢是再次熔断,停止交易15分钟。 大家可以看这个CNN新闻最新的消息,在几分钟之前的SP标普500工业股票指数是下跌了7%,所以呢熔断15分钟没法交易,而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特朗普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记者招待会, 而这个熔断呢是发生在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在这个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之前,所以这一次的熔断,也是继上周一,上周四,这周一,之后的第四次,两周之内,第四次这个美股的熔断。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美股的这个熔断机制呢,是1987年的10月份, 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一天下跌了22%这个大盘,当时呢也是历史上就是单天下跌最多的, 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了这个熔断的机制,在那之后呢,只是在这个97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真正实施过一次熔断, 但是在过去的两周,两周还没有结束呢,就已经是四次美股熔断, 所以这个呢,也是创造了历史,而特朗普呢,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个股市飙升了三年之后, 过去一个月呢,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基本上是到达了他刚刚上任总统两三个月时候的水平, 股市已经跌到了那个水平,所以呢,情况也是非常不乐观, 而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也是因为这个四次美股熔断,两周之内,至今为止四次啊, 不知道会不会还有第五次,因为这个呢,记录而永远载入美国的史册, 另外再给大家插播一个,我刚刚听完的这个特朗普在白宫关于疫情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的一个信息, 就是在他,基本上是最后一两个问题的时候,有记者再次就他对这个, 来自这个,就是最初是在中国发生的这个疫情, 对这个疫情他不叫他这个coronavirus,不叫他这个官方的名字, 而是前两天是在推特上是非常愤慨用的这个Chinese virus, 有记者问他是否担心用这样的词汇会会引起就是, 在美的这些亚裔受到一些歧视或者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危险的时候, 特朗普说,说感觉一点都不会,而且他认为这些在美的亚裔会百分之百的agree with him, 就是百分之百的同意他所说的,放他奶奶一个屁, 好,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我现在呢很多都是给大家插播的最新的新闻,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您点击订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